今天是冬至啊,准备起团了 洗了脸,中午先把这个生日野米饭炒掉 还是倒点油,简单的鸡蛋炒饭 煮死了,很口水 准备装饭 更白,粉、中午的水 洗净 朝糕 沸腾 准备 炒了一碗蛋炒泡,然后这里热了一点菜,这个是牛肉和一些蘑菇啊,蔬菜之类的 今天冬至,有那个老母鸡汤喝,等下吃完饭稍微喝一点,饭的话已经吃完了,准重点,鸡汤 这个是银耳炖鸡汤,这个是前味的,喝点汤补充一点营养了 还有红枣 还有个大鸡腿 冬至了,还是很冷啊 准备先休息一会儿,再把东西收一下 确实挺冷的 然后我不知道之后到外面骑行会感觉怎么样 但是在家里确实都感觉很冷 然后也得收东西,今天必须把东西全部给他装好了 哎呀 东西装好之后,明天那个小锅到了 基本上就可以出发了 我现在先把那些衣服找出来 之后就是全部的该要的东西都在那个上面了 要拿的话大概就这些衣服吧 到时候还得挑选一下 尽量不会带这么多了 因为太多了 这是之前在外面去东北 然后带了很多毛线衣啊,这种 这次的话少带两件吧 夏天的短裤得带着 因为如果不带的话 到明年夏天的话还得买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的话 带着吧,带着吧,带着吧 然后还有两件背心 看一下 一模一样的两件背心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 其实这背心都可以扔了 但是 你还能穿吧 毕竟它没有破啊 还要是破了个洞 那就把它扔掉 它这个只是 穿长了,然后这个 卸了,有点松了 但是还能穿 那先带着吧 两件一模一样的 可以吧 这是夏天的衣服 没几件 大概 一件短裤 然后两件背心 还有一个T恤 就没了 然后这个是 预防之后更冷戴的毛线衣 和保暖内衣 这两个 然后这个是 保暖裤和这个 保暖也是 两个裤子 两个扇衣 这就是冬天的一些 取暖的 应对更寒天气的一个 准备啊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就是一些小的东西了 这里然后还有一件 这个稍微 一个长袖 这个也不能用了 就是后期再看了 这是刚刚收好的两包衣服 然后放在这个后面的图包里面 这个上面的话 再放那些 像那个电源啊 就放这上面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OK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裤子 备用的 也可以塞进去 应该没问题 还有一个电源 还能不能放东西啊 差不多 除了这个电源 还有一个无人机 确实感觉 放不下 东西太多了 放的有点头痛 真的 都不知道怎么办 本来这是准备 销紧一些行李 但是发现 越来越多了 比我上次 去西藏的东西还要多了 因为这次 又回来又买了一个无人机 又穿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感觉真的放不下 还得好好地安排一下 那里还有一大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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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 这个包其实 买回来的时候 感觉挺大的 但是现在装一装 也感觉没什么 装不下 什么东西 你看 这是上次用的那个 忙宝宝 用的用王 因为现在是空中了 所以也得待着用 这里就放了一个 补胎的 工具 底下是那个衣服 这边的话就是 电源和无人机 这都放满了 放不了什么了 虽然说还有一点空气 一样 但是现在东西太多了 你看这里还有 这么一大堆 难搞哦 这次 刚刚准备在这里弄一下这个拍摄支架 因为有的话就准备不带了 太多了 比方说像这个 不带了 主要的是这个 东西也是超级多 这上面才是 占据空间比较大的东西啊 两个睡袋你看 然后这两个包里面特别重 尤其是这个包 这里面放的高压锅走天的 哇好重一个 这我又出发的话 不比上次出发轻啊 而且这次还没空间了 连装东西的空间都没有了 你看 这些器官都没放进去 还有八罐七罐吧 都没放进去 放这里都放不下了 那还有锅都没有拿过来 是吧 炒锅 明天到 哎呀 哎呀 不收了 休息一会儿吧 考虑一下 确实 哎呀 东西太多了 但是现在冬天啊 确实都得带着 蛮重的感觉 又是一百多斤啊 哎呀 今天冬至啊 然后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一天吧 早上还吃了 炖的老母鸡 我们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吃的是什么味道呢 这边是炖的那种甜的 就是用那个 银耳 然后 桂圆吧 好像 然后红枣 炖的 鸡汤 嗯 好像冬至都是要吃这个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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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天 明天的话 锅到了之后 必须把它全部收好了 该转车的转车 还清理的就清理一下 我每次出去 好像带的行李都很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他们有的 带的东西蛮少的 不也是衣食住行吗 你看 这一次就是多了一个睡袋 然后感觉不太好放 多了一个睡袋 其他的都差不太多吧 感觉 然后那个炉子 现在冬天的话 确实气温蛮低的 还是得带着 因为得用那个 嗯 晚上剪视频 可能会很冷 所以得用那个炉子取暖 不然的话 连剪视频都剪不了了 嗯 东西多是多 没关系吧 到时候东西多重的话 我们就 每天 慢慢骑吧 对不对 不着急 慢慢骑 平路的话还行 主要有时候沙路啊 太重的话 确实挺难搞的 那个车推都推不动 真的 推都推不动 尽量尽量给他稍微调整一下 现在的话也只能这样 那个驼包的话 左面放电源之类的 右边放杂物 前面放做饭的 只能这样安排了 到时候肯定东西是很多的 目前我就感觉挺很多很多 放不下 嗯 然后之前那个 其实暖宝宝也挺重的 几个暖宝宝也好几斤 然后还有什么比较重 嗯 然后就是电源 电源也蛮重 一放进去就好重一个 都带着吧 都带着吧 杂物有点多 没关系 没关系 能能砍的动 能起的动 问题不太辣 哎呀 今天要不要把东西收好 哎呀 哎呦 有点突厌症感觉 有点突厌症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顺利的话就后天出发吧 后天这两天天气的话也是蛮好的 其实东西是看着是很多 但是 零上的东西也收的差不多了 就把那个气罐到时候 往这个上面和这个方面塞一塞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点空间 能放一点东西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这是昨天装的一个 手机 相机支架 然后今天再给他加张一个 接头 转接头 好像差不多了 可以吧 这个高度 OK了 外面出太阳 比家里还要暖和 哎呀 刚刚我出去按了一下那个相机 然后支架 这个脚冻的 受不了 太冷了外面 今天现在的温度是零度 零度呀兄弟 哇 看一下 既然不是零度 下午的快四点钟了 -1度啊 今天 最低温度 我去最低温度-5度 当然最高温度也才零度啊 看到了吧 这太冷了 难怪今天感觉格外的冷一些呢 大白天的温度已经零下了 难搞呀真的 太难搞了 其实收这些行李应该一天就完成了 但是我现在收了好几天啊 还没有收啊 因为不急啊 所以说每天就收一会儿 就没怎么收了 感觉收东西也挺烦的 哎 主要东西太多了 这两个我都不知道装了啥呀 就给他装满了 这个就发了几件衣服 然后就是那个电源了 电源太大了感觉 还没有充电宝好用的 充电宝 几个的话随便塞一塞 对吧 感觉不出来 这个占的空间 太大放不了什么东西 还有那个无人机也是 这两个东西占据了空间太大 然后这边的话 杂物也多 哎 反正都是 有一些东西嘛 你说不带吧 也不行 带了的话 有感觉没啥用 比如说什么 夏天的衣服啊 之类的 包括这些什么支架呀 还有一些 什么线呢 线也不带也不行 不带的话 如果说坏了的话 又得买 这既然有的话 就把它带着吧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越来越多的 包括带的冬天的毛衣啊 什么也是 有的人就不带 然后比方说冷了 然后再在网上买 但是我喜欢带着 因为想节约一点嘛 你带着你就不用买了嘛 天气降落 你就直接拿出来穿了 哎 所以我的东西就是很多 包括之前去西藏也是 也是带的就是一年四季吧 等于说我这个车子上面 是一年四季的东西都带了 然后还有两个睡袋 现在 没办法 东西就是多 那你也得自己慢慢适应 慢慢整理吧 之后 好好的把它归类 分紧 然后能应该能够装的更多 然后想要减轻重量 我感觉没什么希望了 因为都要带 所以的话减轻重量 没什么希望 那就把它好好分类 尽量给它装一下吧 目前的话也整成这样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